美國參議院多數派領袖 麥康奈爾週四表示 提案將快速向美國民眾提供幫助 麥康奈爾表示 共和黨人希望為民眾提供現金支持 參議院少數派領袖舒默表態 願意兩黨合作 盡快通過提案 麥康奈爾週四在推特上公布提案 推文說 提案包括四個方面 對美國人的直接經濟援助 救助中小企業及其雇員 為經濟帶來更多穩定 為患者和醫療專業人士提供更多支援 以下是提案的更多細節 1、個人可獲得最高1200美元現金 夫婦最高可獲得2400美元現金 每個孩子撫養費增加500美元 2、個人納稅申報期限延長到7月15號 企業納稅期限推遲到10月15號 雇主和個體經營者可推遲繳納工資稅 3、航空公司分配500億美元資金 貨運航空分配80億美元 其他企業分配1500億美元 4、雇員少於500人的公司 可獲得小企業貸款 新唐人記者碧欣慈、陳海月 綜合報導 去年 exatamente 可獲得幸福的市場 真相教 � Female